自从上次攻复熊猫在韩国首尔KO了韩国最得色的选手金再勋之后 感觉自己非常不满 认为敖日格勒是侥幸获胜 一直在找机会想要复仇 势必要把面子都赢回来 于是在韩国潜心修炼两年 再次在韩国首尔挑战敖日格勒 为了击败敖日格勒的连胜记录 金再勋忍受了两年的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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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